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耳边听到马山壮族三声部明歌 跟马山壮族惠谷的乐音 在山林里头缭绕着 它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因此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 榜上有名的 随着观光旅游的发展 这种特别的声韵 受到广大游客的喜爱 成为当地发展旅游的金色招牌 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 有很多的少数民族 位在南宁市区的博物馆 就收藏有丰富的文物 跟少数民族的文化 老师这边就是可以体验一下 对 这是多媒体的触摸屏 里面录有音乐 所以可以感受一下 壮族歌虚他们唱的歌 好 那我先选一个 我就点壮族歌虚 虚 你叫做歌会 歌会 然后我们听东南山歌好了 广西的各个少数民族 都传承有古老的铜骨文化 造就广西拥有铜骨之乡的美誉 现在我们在广西的民族博物馆 那你猜猜看我们台湾 有多少的原住民 台湾 我猜应该有六七个吧 六七个 错 十六个 这么多吗 是 我没想到台湾 有那么多的原住民 你下次来 我就是其中一个 你的是什么民族呢 我也不知道 高山族 我要去认证 他应该是高山族之类的 我给你一个题目 就是我也想让你猜一下 我们广西 有多少个市居民族 就是我先讲一个概念 市居就是世代在广西居住的 有大概三百年以上的 这个时间的 有多少个民族 市居 这个是一个陷阱题 陷阱题 真的 那我应该会觉得是十一 接近了 但是不准确 我们是十一个少数民族 加一个汉族 一共十二个市居民族 在中国大陆众多的少数民族当中 壮族是少数民族里头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 壮族居住的地区山多地少 所以长期生活在山林之间 发展出高亢奋进 奔放粗广的声调 老师 我听说在国际的音乐节 引起一个轰动 有就是广西的民歌 是在这里吗 是什么民歌 那你指的就是应该是 马山的三声部民歌 那为什么会在国际的音乐 这个平台上会引起轰动 就是因为在西方 原来他们是认为我们东方 这个民间的音乐是没有多声部民歌的 但是我们壮族的一个音乐家 名字叫范希姆 范希姆 他偶然的一次调查 就发现在我们马山 有三个人在合唱 那就是三声部民歌 所以他就深入地调查记录 就慢慢地就发现了 马山的这种三声部民 谢谢南老师带来的天籁之声 我是第一次听非常地激动 那南老师可以大概帮我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们三声部这么有名 三声部民歌呢 它是2008年6月份已经被内入了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那它也是我们马山的文化三宝之一 我们马山文化三宝呢 就是撞着会鼓 撞着打扁担 撞着三声部民歌 那三声部民歌呢 它的歌词结构不一样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三个声部同声合唱 然后歌词呢 就是五三五言六句式 它是严格腰脚韵 然后就是第一第二声部呢 是独立音调 第三个声部呢 是起到合声的作用 那三个声部之间呢 是相互协调 风格统一的 那老师那样可以教教我吗 我这个资质可以吗 可以 那我就教你唱一句 我们那个生活美如侠中的一句吧 好 就一句 就一句 海把本都啊 海把本都啊 哇 歌词大意就是 开口向朵花 哦 对啦 对啦 不要说 好 再一句再来 听难的吧 很难 不必是独一无二的三步 对 老师真的很难 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我觉得 我不想要打老观众的耳朵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三声部的第一声部是女婴 响而高亮 男婴负责第二声部 再搭配上第三声部的和声 形成彼此之间相互协调的柔和音色 过去由于地理跟历史等因素 让壮族的三声部民歌一直不为外界所熟知 随着被人们发觉 也填补所谓东方少数民族没有多声部民歌的空白 马山壮族 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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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南宵生命的打会谷的表演 这让我很感动 五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手喜欢这个众族会谷的爱好者 来主张这个众族会谷 这个历史相当久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年纪最小的 在学会谷的大概是几岁 一岁半岁一岁之后 我们还没有懂得讲话 他们就来到看我们这个众族会谷 后面就慢慢地跟我们 就一起学着这个胃骨 刚开始学的时候 他们就是蛮立即没有怎么懂得打 后面跟着师傅了 就不到三个月就学会了 那最小是几岁了 一岁半 一岁半 对 那年纪最大的是几岁 年纪大的就是像我们老师 全长人 七十五岁 八十岁都能打股